主料,面粉300克,鸡蛋一个,主料,水,耐高糖酵母5克,红豆沙300克,玉米有50毫升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在盆中把鸡蛋打散,加入酵母和盐,加入适量的水搅拌均匀后,达入面粉活生面团发酵,至2到3倍大后,排除面团中的空气,浸泡20分钟再次浸发, 浸泡好后,把面团分成两份每一份杆成后,2到3毫米的圆饼大小,喝参照自己家的披萨盘,比披萨盘略小一些即可以,把提前煮好的红豆均匀的散在饼上面边缘要留一些空隙,把另外一张饼覆盖在上面并把边缘的布放面盒,把披萨盘顶均匀的抹油后,把包好的饼放入披萨盘中,在表面刷上一层鸡蛋片,并撒上少许黑芝麻点, 在密闭的烤箱中,放置一碗开水粉面包饼皮子放入进行第三次施浸,发酵芝麻点质量到3倍大后,取出热水碗,烤箱预热190度18分钟即可烤好后,取出量量清晨会即可,烹饪技巧,红豆沙,要提前准备最好是煮的酥辣 让一些口感更好,并皮子做的尽量以披萨盘直径少两厘米,因为经过发酵后会变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